音乐 被男族齐老唱着传统歌谣 为这次画展揭开序幕 原住民族委员会一楼大厅 正在进行被男族画家 陈冠年普悠玛的创作展 被男族画家陈冠年告别美国设计圈 回到故乡台东定居 从事绘画艺术教育与推广 回到部落他发现文化失传的危机 便开始用画笔述说原住民 以及被男族部落故事 表达对文化的尊重与喜爱 我的画作的内容是 普悠玛部落的碎石记忆 主要就是在介绍我们普悠玛部落 这就是我这一次画展的重点 一张张纯朴细腻的画风 传达被男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与记忆 在这个地方更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被男族 希望能让更多更多的人来欣赏 我们原住民在艺术这方面的一个成就 普悠玛画展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10月31号 将近两个多月的展览时间 而这次展览地点特别选在原住民族委员会一楼大厅 现场除了有画作还有被男族打鼓办 少年集会所模型展示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被男族的文化面貌 记者古萌牙为乌六新北市新庄采访报道